经营未准备好 还有在审批里面出现审批不严格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根据 因为我们所有的航线 新航线也好 新公司 旧公司 新航线也好 都要经过一个比较严格的程序 强调审批没有问题 但巨龙去年原定要开的四条航线 最后只有一条能开通 最夸张的是首航一下海就发生故障 没想到煤运虽到底 巨龙运运才14个月就要清盘 对于港务局事后还硬撑说 只要船公司符合申请条件就不得不批 有议员认为说不过去 先有非凡航空后有巨龙倒闭 有议员批评政府没有从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财政上 营运上的监管 政府现在的架构形式是否有效 似乎我们看回两件事件 政府监管的模式 我相信有待进一步的提升 李重振认为政府应重新检视 特许经营的审批程序 是否存有漏洞 否则类似的事件可能还会一再重演 阿雅卫视唐显龙江朝东 澳门报道